今天支點,一起支支彈出又彈入的黃夏衛 黃友移民後回漏香港本來不是什麼新聞 但連大名鼎鼎的黃夏衛夏衛伊都決定回漏 真是頗有代表性 在黑暴期間,夏衛伊的言論都頗出位 例如他在澳門拉頭馬的時候,就趁機串立黨議員何君堯 幸好這隻馬沒有犯中貞,他曾經高調參加反修例示威的首拖手活動 直到去年六月宣布離開香港之前,夏衛伊還發文重提 說理大暴動令他感到激動和感動 還祝願香港社會未來的動量的每個人都身體健康 有些黃友直接將夏衛伊的風圍黃絲女神 其實夏衛伊在去年八月才移居美國 但最近幾個月已經頻頻延伸香港賺錢了 他早兩天接受本地媒體採訪時就說了 其實我手上有十幾個廣告要拍,所以才回來香港 一會兒做完事,順便要拜一拜皇大仙 小平在昨天的今日之餘都曾經介紹過 不少而英王友就算是疑問,都經常深思思想回香港賺錢 想不到連夏衛伊也是這樣,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有些網民就分析夏衛伊回流的原因 認為他習慣了美光燈下的生活,又怎會喜歡住在外國 也有人用親身經歷去解釋 回香港人精神了,開心了,多了社交活動,人都長命多幾年 在外國很寂寞,很悶,命都短幾年,尤其是老人 總之,夏衛伊今次華麗轉態,很多皇友都玻璃心碎了一地 有人知不算黑博地串去,難道為了拿消費卷? 也有人反問,他會有什麼廣告拍? 還有人質疑夏衛伊,走的時候是大支野,現在為什麼要回來? 少編都明白這群皇友的感受,說到底就是一個孫子 他們羨慕夏衛伊有彈出彈入的自由 很多皇友移民後真是苦過弟弟 為了追求傳說中的自由空氣,把香港的東西一拋清袋 現在才發現,外國的月光沒有想像中那麼圓 但進退兩難,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所以說,人老精,鬼老靈,都是夏衛伊最聰明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